沈欣曾经是凤凰卫石的当家花旦 她身上最明显的两个标签 就是她无以复杂的美貌 和她过于丰富的画边新闻 她两度卷入已婚男人的婚姻 插足冯小刚、徐帆 破坏陈红、李军 最后也让自己多年打拼的事业化为泡影 沈欣近几年已经不太出现在大众事业中 现在的她还好吗?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讲讲沈欣的那些故事 沈欣1978年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爷爷是高官 沈欣自小聪明漂亮、很受关注 高考考入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沈欣正式进入主持行业 早在CCTV经济频道生活节目组进行实习 实习结束之后她进了北京电视台 年仅26岁就成为CCTV中国魅力城市中海新疆代言人 风光无险 后来她被凤凰卫视高薪挖走 沈欣在凤凰卫视主持过两档节目 一个是何其林家搭档主持 娱乐大风暴 另一个是美食节目 美女私房菜 主持娱乐大风暴时 沈欣总是能在事件当中加入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很接地气 另一档节目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美女私房菜 沈欣外表看上去像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美女 然而和外表相反 沈欣对美食非常有研究 可以说是典型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美女 在主持美食节目时 她都把每一道菜品研究透彻 再加上她本人秀色可餐 让观众看得垂涎欲滴 在她的努力下 资深的主持功力日益渐涨 因此她获得了第一美女主持的称号 却连同行陈鲁玉都以非常欣赏的态度来评价她 沈欣给所有的女性定下了很高的标准 漂亮仅仅是开始 还要有事业 爱生活 要具备气定神贤的做一桌饭菜的能力 并乐此不疲 沈欣曾经一度受欢迎到 只要她出现在镜头前 节目收视率就只先攀升 相反 要是画面中没有沈欣 不管讲述的内容有多精彩 收视率必然下滑的地步 虽然是主持人 但沈欣的美貌相当能大 和一众女明星同台 沈欣依旧特别出众 这张照片中都是娱乐圈中数一数二的大美女 包括宁静 伊能静和白冰 而沈欣站在整张照片的角落 完全没有想抢镜 然而目光还是不知不觉被沈欣所吸引 当年沈欣曾主持凤凰卫视的中华小姐玄美 你会觉得最美的嘉丽仍然是沈欣 她艳压群芳 在主持圈里红遍半边天后 影视圈也向沈欣抛来了橄榄枝 2007年参演徐征主演的电影《爱情扩交转移》 沈欣戏份不重 但仍在荧幕前留下了惊恐一撇 一出道就与徐征搭戏 可以说起点颇高 一时间风头无两 像沈欣这样的典籍美女 追求者如过江之急 情史丰富可能也是有情可原 她历任男友也都是各种富商 很多人也是从这些花边新闻中认识了沈欣 但最终沈欣选择了一位 事业有成的企业家陈伟胜 2002年与之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嫁入豪门的沈欣十分受宠 富豪老公不仅全力支持她的事业 还给她买车 甚至还配上了专职司机 每天车接车送 那时沈欣不仅在事业上风生水起 在爱情里也是甜蜜美满 可是不安分的心 让这一切都偏离了原先的轨道 豪门生活也匆忙地画上了句号 2007年 沈欣和冯小刚在一场活动上相识 当时冯小刚在活动中 光明正大的打去挑动沈欣 沈欣欣然接受 两人一来二去撩出了感情 之后冯小刚出席活动经常带着沈欣 频率甚至远超许帆 两人打得火热 感情也越来越深 据说冯小刚当时确实是被沈欣迷得很深 也有为她离婚的打算 2009年2月 冯小刚和沈欣被拍到 出入同一寓所共度8小时 直到第二天一早 两人从地下停车场离开 照片曝光后 大家纷纷猜测 照片中被大衣裹成粽子的年轻女人是谁 网友火眼晶晶地发现 这名女子是沈欣 两人偷吃这件事赢得徐帆大怒 还派人砸了沈欣在北京的家 事后沈欣尽力否认此事 说她和冯小刚是正常干净的关系 照片上的女人不是她 但媒体根本不买账 叶苏门事件曝光后 两个人都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毕竟两人都有家庭 沈欣的老公再宠爱沈欣 也不可能接受头顶多出的帽子 于是提出了离婚 沈欣离婚后 于是就眼巴巴地盼着冯小刚离婚 冯小刚与妻子徐帆的结合 本是由婚爱情而来的 再来一次 岂不是错失了自己再次婚内出轨的事情 以后在娱乐圈里还怎么婚 正当冯小刚束手无策之计 沈欣那边却一再地给冯小刚施压 不断地逼宫 而妻子徐帆的做法却大相径庭 本是气急败坏之人 处理起问题却绝不含糊 她选择站出来为冯小刚说话 还表示相信冯小刚绝不会做那样的事 徐帆的面子功夫 帮冯小刚度过了这次危机 解了燃眉之急 两相对比 一边是小女人的满肚子小九九 另一边有大老婆的风范夫妻共进退 对于冯小刚这样酒精情场的人来说 还是徐帆这种大度的女人更适合她 于是草草和沈欣分手 重新回到徐帆身边 沈欣为了冯小刚 可谓鸡飞蛋打 放弃了原本优越的豪门生活 舍弃了爱自己入骨的豪门老公 却没料到最后还是奇差一张 输了个彻彻底底 这是很多年后徐帆做客金星秀又被重提 徐帆字字戳心 他说我们家是男的 吃亏的又不是我们家 偶有一个算一个 果然是现实中的宫斗冠军 霸气泛泛 与冯小刚的风波后 沈欣被网友扒出 此前发表过的经典语录 失了分寸的暧昧是调情 恰到好处的暧昧是情调 一个男人最高的品位 就是他选择的女人 被网友调侃 他是最有才华的小三 沈欣被网友冷嘲设讽了好一阵 这次事件后 沈欣的名声虽然受影响 却没危及事业 但是离开冯小刚之后 他又搭上了一名 有福之父的知名商人 李军 还发生了翻墙门 这次就更戏剧了 连警察都上门了 李军是北京亚智杰集团的董事长 也是唱《常回家看看》 歌手陈红的老公 2012年 沈欣与李军在一场晚宴上相识 沈欣风情万种 把李军给迷晕了 为了追求沈欣 李军不惜在他身上花费一千万 沈欣也沦陷在李军的温柔箱里了 后来沈欣又一情别恋 于是向李军提出了分手 蒙在鼓里的李军 还一个劲儿请求附和 最终还是无尽于事 李军舍不得这段感情 采取了最偏激的方式 监视 恐吓沈欣 吓得沈欣不得不报警求救 还更换了手机号 2013年7月 他得知沈欣当天将会留在北京 于是凌晨3点就跑去他家敲门 最后还是警察来了 将他强行带走 2013年8月 李军在吃了闭门羹后 竟然翻过4米多高的墙 跳上了沈欣家的阳台 而后使用工具砸开了他家的玻璃门 闯了进去 李军没想到在沈欣家里 真的看到另一个无姓男子 更令他震惊的是 他和这个男人居然相互认识 都是生意场上的人 李军当时立刻崩溃了 才明白为什么沈欣要和自己分手 一怒之下的李军动起了手 沈欣受伤后即刻报警 最后李军被警方带走 李军被带走时 坚称他是沈欣的男朋友 并大喊我在他身上花了一千万 8月25日沈欣发表声明 称李军并不是自己的前男友 无姓男子也不是所谓的现任男友 自己并没有花费李军的金钱 他的一切都是靠努力得来的 此外还称 他多次拒绝李军的追求 不料对方却一再骚扰他 令他十分的困扰 李军被捕后 沈欣对他进行了起诉 鉴于之前的种种恐吓威胁 法庭诉出判决 禁止李军接近沈欣 另外打破玻璃需赔偿5.41万元 但李军不顾法庭审判 仍旧多次给沈欣发送威胁短信 说我手上有几张牌 也是可以回你一辈子 在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之时 害我顺办名列 你的报应也快到了 于是沈欣再次控告李军 指其藐视法庭 漠视禁制令 最终李军被判入于六个月 缓息两年 并赔偿十万港币 之前陈红还不知道此事 经媒体的报道 陈红便与李军提出了离婚 一个家庭 因一场人尽皆知的丑闻 闹得支离破碎 沈欣一边插足别人婚姻 一边又劈腿别的富豪 让无数网友都直呼太会晚 经过这两次丑闻之后 沈欣的事业一落千丈 有一次 沈欣在主持娱乐大风暴时 节目有一个互动环节 当时就有网友评论 把沈欣枪毙 不知道多见的人 由于当时是在直播 导演都没来得及剪裁 恰巧镜头对准了沈欣 为了自己的形象 沈欣只能强忍着生气 保持着微笑 不过在感情上 她仍然没闲着 2015年 有媒体曝光 沈欣的地下男友 是足球明星谢辉 沈欣与谢辉 在2014年6月 一同主持节目而相识 正当大家为这对文体恋 送上祝福的时候 两人又分手了 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 2017年沈欣转战网络 成了豆瓣如是节目的主持人 却遭到了网友的抵制 曾经的她 凭借着一枪孤勇 闯出了一番天地 不仅在事业上 傲视群雄 更拥有着令许多女人 厌线的美满生活 无奈就是不安分 招惹了许多烂桃花 导致事业遭遇滑铁路 一落千丈 再没有什么节目 愿意邀请她去主持了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实在是令人惋惜 渐渐的沈欣退出了娱乐圈 变得格外低调 偶尔会做做公益 或者在微博筛出 各种养生和佛系的照片 如今的她 化身为美食博主 在微博上记录生活 美食 感悟 俨然一副岁月安好的样子 今年端午节 沈欣在社交平台上 筛出了三个粽子的照片 照片里 粽子独特的组合 则引起了许多讨论 两个大粽子将一个小粽子 围在中间 很像是一家三口 疑似是暗示 自己已经结婚生子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 不见不散 小粽子 坚持 小粽子 好